有文件顯示去年聖誕期間總理杜魯多一家人 在牙買加度假一個星期 總共花費了納稅人近16萬元 龐希倫的報導 《國家郵報》通過回答保守黨國會議員提問的文件獲釋 杜魯多一家人2022年聖誕新年節假日期間 在牙買加的度假村一個星期 共花費納稅人接近16萬元 雖然總理私人度假需要自己掩錢 但該次旅遊導致皇家騎警花費超過11萬5千元的保安費用 另有國防部用於交通的接近3萬元 和書物院辦公室接近1萬4千元的輔助花費 國防部表示 政策要求和出入安保考量 總理無論是公務還是私人出行都必須乘坐政府飛機 書物院辦公室表示 無論總理在哪裡都必須能夠履行政府的職責 因此輔助費用包括建立一個臨時安全辦公室 該次出行是去年總理杜杜多的第二次海外假期 他在2019年的哥斯達尼加聖誕旅遊 花費納稅人近20萬元